上了 往旁边 挑起来 往旁边带动脚 开始啊 沉降 挑起来 往旁边带动脚出去 再来一次 沉降 挑起来 往旁边 转动胯骨 带动我的动力脚从边上 带出去 带出去 移动往前 沉降 挑起来 转动胸骨 带动脚出去 推动完以后 挑动胸骨 用你的胸骨带动地板的力量 那么它有个Rotate 拧 拧的感觉啊 就是你的胯起来以后有个拧的感觉来甩动胯 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胯的力量带出来 带出来 每一步 在弯曲膝盖伸起来之前 我会掀起怀关节 注意看清楚讲啊 我在往前推动的时候 我的身体垂直 我会掀起怀关节 注意看 怀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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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动胸骨 半脚掌 钻动带脚 这个最难 你看 你看吧 就是沉下去 你的怀关节要先顶起来 同时凝装你的胯 好吗 然后呢 你的身体重量压上去以后 记住啊 不要超出去哦 保持身体的垂直线 然后呢 推动中心起到半脚掌 那这个时候 我的身体就会有集中往里收的时候 那这个集中往里收呢 再去凝转 它就有发力源了 所以呢 推动地板 起根 蓄力往中间 调动发力出去 OK 好吧 就这样练 就这样练 这个 很重 你的前脚只45度 那么后脚过来的时候 必须要先经过这个45度 好吗 然后当它推动往前的时候 然后再把前脚的怀关节顶起来 让前脚转开 所以它会有一个挑 挑 挑 挑出来的感觉 一点点 不要太多 一点点 挑出来的感觉 所以前脚弯曲力量 推动中心 让前脚弓弯 挑出来 再落地 好 又是45度 明白 所以呢 真正的直线是没错的 但是膝盖跟踝关节会有一点内弧线的感觉在走 内弧线 好吧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大腿内侧就会夹得更紧致 而不会松 明白 如果说你在走的过程中 你弯曲膝盖 推动力量 然后呢 你的脚没有经过内侧 直接走好 那中间就会露个很大的洞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步伐就会散的 而站步了 大腿内侧夹紧了 才能够站我 线条拉得再强烈一点 让这个线条看上去非常的长 漂亮 所以呢 我会拉我的后腿线条 再移动 它是一个收紧的感觉 这没有错啊 但是呢 它缺乏动力 动力是什么呢 就伤板的时候 我的胯骨其实是活的 它不是一直收紧就这样强 对吧 所以呢 你记住一点 尾龙骨 屁股 夹紧是没有错的 是对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大腿跟的推动力 就是我们在往前走的时候 你的大腿跟 屁股蛋下面 大腿跟的这个地方 要用大腿跟往上顶 OK 不光是尾龙骨 OK 大腿跟的地方 就是你的成降中心 大腿跟的地方要推动起来 你试试用你的大腿跟支撑站起来 你看这个站起来的力量会更强 这个力量会更强 比你屁股收紧这个力量要更强 而且更简单 因为你有发力圆 OK 我们每个人的屁股肌肉都是非常强 这样子 看见吗 它的力量是往哪里 它是往下的 但如果我在起到半脚掌 有产生滚动的时候 那么我的力量就会往上走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就会平衡 那么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小动胯骨 那么这个 Samba的感觉就出来了 明白吗 所以很累 但是大家要注意你怀关节 跟地板挑动的这个力量 这个很重要 OK 这也是一门技术 大家练了绝对没有坏处 包括你们以后做这个trying旋转 让你们以后做这些儿条